校長 那各位各位的來賓 我們的曹操員 那我們的理長 還有我們的主任 對 那還有我們的家委會的那個委員 對 那我們的校委會議長 那各位所有小朋友的媽媽媽媽家長們 那還有各位學弟學妹們 大家早安 早安 對 那今天看到各位小朋友 其實在畢業過程當中 也覺得讓自己衝回當初的感覺 那我覺得在畢業過程當中 在學校的學習到的是知識 那最重要的是很會的是 當初我小一群的同學同彩的小朋友 一起學習過程當中成長的過程當中 就是與人相處 那混互 那在同學彼此間的互相學習的身上學習到 就是應該說是出社會第一個 人際關係當中的同彩的學習之間 那我覺得這當中最辛苦的一面 其實就是我們後面的爸爸媽媽 那當然也有請多我的學長學姐 對 那其實在畢業過程當中 我覺得給小朋友最美好的禮物 就是父母親的陪伴 對 當我自己在陪自己的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自己在陪小朋友的過程當中 那也讓自己就是從時當初我小 人生生命當中最美好的時段 就是顧顧之心的感覺 在教導自己的小朋友過程當中 那在學習小朋友的身上 那我覺得是互相雙方的學習 那我覺得小朋友帶給我們 是無限的啟發跟創新啊 所以我覺得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不僅是課本上的資料 那人生上的請倒點啟發更是重要 那樹立的這些我們小朋友 完成了六年的學業 那在此也祝各位學弟學妹 身體健康 那心想事成 那恭喜各位小朋友 謝謝 感謝父長的年曆與祝福 補充這邊介紹 我們長期關心我們東方國小 相關計畫的正義 都會有我們來發生我們的 三話線議會 陳正真 陳議員到場 掌聲歡迎 那我們也歡迎 歡迎邀請 陳正議員 來為我們畢業生來美麗